大家好,我是广辉博士的I助理,今天的话题是 白石的传说 白石确实是一个大温地区最秀珍的城市 北极十六大街,南枝梦运海滨大道 东起塞铁,西之一百四十街 整个东西北侧被南宿里合为之势 无论从人口上说,还是从地域上说 白石都是大温地区最小的城市 以至于我在提到它时,用的都是白石镇而不是白石市 其实,人家的大名还真就是叫白石市 City of White Rock 不过,白石市这三个字在中文里多着有点绕嘴 不响亮,反而不如白石镇好听 再者说,我认为小镇这个词 也更容易调动起大家对这个风景画摊式的海边小城的美好想象 白石镇的海岸边,有一块巨大白色历史 白石这个名字就是打这儿来的 关于这块大白石头,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但凡是与爱情有关的 似乎一定要加上美丽二字 大意是说,很久很久以前 一位打鱼的印第安小伙 与本海域龙王爷的闺女私定了终身 而这位杨龙王呢,竟也是个顽固透顶的老封建 坚决要拆散这对苦命鸳鸯 小伙儿和龙女迫不得已 就上演了一出加拿大版的天仙陪两人私奔了 当时,小伙儿从海底捞起了这块大白石头 对龙女说,我把这块石头扔到岸上去 石头落在哪儿,咱就在哪儿建立家园 结果呢,石头落在了现在白石镇前面的海岸上 所以这么说起来 这对加拿大版的董勇和七仙女 应该算是白石镇的第一代居民了 我看过一本书,就写出那家伙披露 小镇因之得名的 那块大白石头之所以看上去那么白 是因为镇里派人用白漆整个给漆了一遍 要不然,那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 闲着没事而接着冗蜜 其实挺招人恨的 本来挺美丽一传说 让他把窗户纸这么一桶 变成真正府的一面子工程了 多杀风景 大温地区的阳光海岸 其实真正导致白石镇诞生的 是一个很阳光的原因 温哥华万般皆好 但有一毛病 阴郁多余 长期生活在这种天气下 人容易抑郁 温哥华有多少的抑郁症呢 我没考证过 不过我曾去过欧洲的维也纳 那也是一个在世纪移居城市平比中 排名很高的城市 唯一的缺点就是多余 除了造就了一批气质阴郁的音乐家外 也培养出了世界上最多的抑郁症患者 所以每逢阳光明媚的天气 唯一那市里绿阴阴的草坪 就被白花花的人肉盖满了 可见 阳光对生活在温哥华 唯一那这些城市里的人来说 绝对算得上是一种稀缺资源 这样一来 白石小镇就应运而生了 据统计 白石的降雨量仅为温哥华市的一半 这里与同在Boundary湾的错瓦森 Soulson并为打温年平均日照天数最多的地区 有阳光海岸的美月 这么一个阳光明媚 景色宜人的好地方 离市区又不远 不打造成度假村 那简直就是暴殿天物 常年温度在6到23摄氏度之间 就这么着 白石镇作为温哥华的海边度假村 于1890年代开始建立并逐步发展起来 120年过去了 在喷气市客机跟公共巴士一样方便的今天 温哥华人的阳光度假地 早已延伸到了几千公里外的墨西哥和加勒比 而家门口曾经的度假村 如今已经变成了本地一座移居小镇 白石镇沿海岸线辖长分布 东西北三面被南宿里合围 镇子里最有情调的地方 就是海边近五公里长的Maring街 这条海滨观光路的北侧排列着一家家的古董店 餐厅和鸡滨咖啡座 渡南侧是宽阔的草坪和宫游人休息 烧烤野餐的桌椅 再过去就是沙滩和浅浅的海水 如果说南方的海滨一定要搭配上椰子树 才有热带风情的话 那么一条长长的棧桥 就是北方海滨最好的装饰 Maring街的东段 就有这么一条长达460米的棧桥 从岸边一直延伸到海上 棧桥建于1914年 在大温这地方 就算得上是文物古迹了 这里也是游人最喜欢来的地方 是白石镇当之无愧的地标 Maring街的上面 是地势陡峭的Lower Town 如果是开车来白石 走到这一区域 顿局地势骤然变陡 路径急转急下 令人既敢紧张 又局有趣 白石镇的豪宅区 白石房价最贵的区域 就是这个Lower Town 因为这里的地形 跟体育场里的看台师的步不高 所以家家朝阳 户户关海 这个就是卖点了 为了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 这里的房子造型 都跟大温其他地区不一样 很少见那种坡屋顶的 乡村风格建筑 而是挤满了带有观景平台和空中花园的平顶海景豪宅 全景落地窗和白颜色的外立面 也是此间最流行的建筑元素 在Lower Town这个寸土寸金之地 房子的占地普遍很窄别 比如一栋300平方米米米米的房子 宅基地差不多也就是300平方米 而同样面积的房子 如果是在大温其他地区 占地怎么也得在5 600平方米以上 在温哥华 靠色价格中土地价值占多半 建筑本身只占少一半 所以买房子时 不能光看房子好坏 更要看占地够不够大 但是白石镇Lower Town的海景房 尽管占地很小 价格飙到100万加币以上 却很稀松平常 因此我认为 大温地区房价最高的 除了三温 温西 西温 北温 就得说是白石的Lower Town了 社区中心 POPER TOWN 从Lower Town再往上 是地势相对平坦的POPER TOWN 住在这一区 就不是谁家都能看到海了 房子的外观也恢复到了 大温的流行款式 院子也大了 价格当然也比下面Lower Town的海景房便宜 虽然海边的Maringe是白石镇商业 餐饮业最集中的地方 但那里只是服务于观光客的旅游商业中心 真正小镇居民自己的社区中心 是在POPER TOWN这边 最近几年 POPER TOWN出现了高层公寓 这一度在镇民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反对者认为 这种钢筋混凝土的庞然大物破坏了小镇的整体风格 增加了小镇的人口密度 殊不可取 但是甭管怎么反对 楼还是建起来了 而且还卖得不便宜 一套120 30平方米的公寓 正面全海景的 眼下飙到了80多万 甚至近百万加笔 这个价格几乎赶上温哥华 Downtown的公寓价格了 大温地区最受欢迎的观光地之一 所谓货卖石家 我们在中国的城市里买房 最在乎的是方便二字 是不是离学校间 是不是离商场间 是不是离地铁站间 甚至是不是离账务娘间 而西方人买房首先看重的 却是房子的 窗外的风景决定房子的价格 这一点在白石的房价上体现得十分充分 对许多人 特别是老人来说 温暖的阳光 蔚蓝的大海 宁静的社区 远比是中心的繁华热闹更重要 就上面这三点来说 白石是大温地区的不二之选 所以在白石的1.8万居民中 55岁以上的占到了26% 史之成为了大温地区老年人口最多的城市 白石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白人 少数族裔人口不多 此间的华人近年来也多了起来 其中大陆 香港 台湾差不多各占三分之一 虽然当年达官贵人的度假村早已变身寻常百姓的居家小镇 但如今白石仍然是大温地区最受欢迎的观光地之一 特别是到了夏天 海边一带会变得很热闹 每年国庆日7月1日 周末举行的海洋节 Sea Festival和每年8月举行的沙雕比赛 都是小镇的传统盛事 即使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 而住在大温的人都知道 每年的6至8月 去白石有一项既过玩瘾 又过嘴瘾的事情可做 马侍尔 跳螃蟹啊